我们现在是正祷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自卑人有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很多谢你招聚我们 在你的殿里面去敬拜你 我们求主你 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 让我们有通达的耳朵 都去听你的话语的时候 听得明白 以及可以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我们以上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命之以求 阿门 叮当就是很受欢迎的卡通人物 你听我说叮当 你都想到 你这么古老的 现在应该叫多拉A梦了 其实我始终觉得 叮当比较亲切 因为这个卡通人物 很受欢迎 他一直都陪着我们成长 相信不少人都很羡慕叮当 很想像他那样 如果能够拥有一个白宝袋 就好了 因为可以轻轻松松地解决很多问题 曾经有日本的网友 做过一些统计 就统计过大红 总共问叮当 借了多少次法宝呢 大家猜猜有多少次 有多少 我只听到笑声 原来大红向叮当借了 1178次法宝 不知大家看卡通的时候 有没有数下了 在叮当的法宝之中 又不知大家最喜欢哪一个法宝呢 徐衣门 你猜到 原来真的这么多人喜欢徐衣门 根据日本朝日电视台 在2006年的统计 徐衣门是最受欢迎的叮当法宝 而且在卡通片里面 出镜率还是极之高的 只要有徐衣门 就可以随时随地 去任何地方都可以了 上班上学都不怕迟到 连车费都可以省回 如果我们现实生活里面 都有这道门就好了 徐衣门是叮当的利害法宝 帮到不少人达成梦想 我们今天看的经文 就更加不简单了 今天我讲的讲题 是超凡生命之门 我们一起去看耶稣所讲的 第三个我是 耶稣说 我是阳的门 这一线门对人又有什么好处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 《药幸福音》10章1至10节 我已经打了去PowerPoint了 或者如果大家在手机的情绪表都看到的 我们可以找到一起中读 预备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人进阳圈 不从门进去 却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 是强盗 人从门进去 才是阳的木人 那开门的 吸他开门 让也听他的声音 他们一领自门自己的羊 把他们领出来 他把自己所有的羊都放出来后 就走在前头 羊也跟随他 因为他们认得他的声音 他们绝不跟随陌生人 反而会逃避那人 因为他们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 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个比方 他们却不明白 他所说的是什么 所以 耶稣又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我是阳的门 凡在我以前来的 都是贼 是强盗 阳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阳的门 人若经过我而进来 必得安全 可以进来出去 责人来 无非要偷 要宰 要毁坏 我来了 是要使他们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等姐妹读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有些不同的经文 其实这个是新汉语译本 所以跟和合本有些不同 在这段经文里面 耶稣用了两次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分别是在第一节 和第七节 通常耶稣用这个讲法 都是要宣告一些重要的讯息 耶稣也很喜欢用众人都知道的事情 去讲比喻 去带出一些重要的讯息 在这段经文里面 耶稣也都用比喻去教训众人 让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至第六节 请听我再读一次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人进阳圈 不从阳进去 却从别处爬进去 那人就是贼 是强盗 人从阳进去 才是阳的木人 那开门的 吸他开门 阳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明智 呼唤自己的阳 把他门领出来 他把自己所有的阳都放出来后 就走在前头 阳也跟随他 因为他们认得他的声音 他们绝不跟随陌生人 反而会逃避那人 因为他们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 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个比方 他们却不明白 他所说的是什么 在经文里面 耶稣的比喻 是要讲明 他对我们的小心保护 还有使我们出入有平安 耶稣讲的比喻 通常都会是就地取材的 这个比喻都不例外 根据上文 耶稣和犹太人 和法利赛人 正在是展开对话 对于犹太人来说 牧羊是他们大多数人的老本行 以色列有很多的山脈 很适合移植牧业 牧羊是挺辛苦的差事 牧羊人看守着羊群 是全天候的工作 几乎好像是没有下班的时间 羊是群体性的动物 亦是在生畜里面最温存的一种 羊的其中一个特性 就是近视 原来他们的视力范围 是比其他的动物都狹窄 所以很容易会当失路迷失方向 他们很多时候都不能够自己找回原本的路 以至会离群走失了 牧羊人除了要防止羊走失 当失路 他们还要时时去防备一些野狼出现 去侵扎羊群 又或者有一些偷羊的草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地的牧羊人 一般都不会将羊留在外面去过夜 因为这样是很危险的 他们恐怕羊被野狼去杀害 或者当失路 牧羊人在夜马黑的时候 会将羊群赶回到羊圈 而且很小心地去看守他们 在以色列 牧人和羊的关系也很特别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英国的羊 多数是养来食用的 而以色列的羊 大部分就是养来剪羊墓 所以以色列的羊 很可能他们会跟着牧羊人 很多年 而且牧羊人也会帮他们 逐一地去改名 时时都会用他们的名字 来叫他们 当牧羊人带领羊群的时候 时时都会走在他们前面 羊就在后面跟着他们的牧羊 就好像刚才读的经文 第三次要第四节所描述的 一羊 羊和牧羊的关系 真的很密切 牧羊人会带领 和保护羊群 确保他们安全 其实神就好像牧羊人一样 这样去保护我们 而且他是我们真正的孔牧人 我有位同学 他也是牧者 他曾经跟我分享 他妈妈的一个经历 他说白母已经八十多岁了 当时 有一天白母就搭巴士了 白母也信了 他一上车 那个司机很快就开车 白母还在拍摄白达通的时候 他的车就搓一搓 他几乎跌倒 后来白母觉得 后面感觉到 后面有一只手托着他 他很清楚看到 旁边左右都没有人 事后他就跟 那位我同学的牧者谈了 他说 是神保守我的 我知道这次没有受伤 一定是神的保护 所以白母 经常都会跟人说 这个见证 圣经里面 都很喜欢用牧人 和羊的关系 去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 例如 在诗篇诗人会有很多的分享 诗篇二十三篇一节 也会说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七十七篇二十节 你曾借摩西 和阿伦的手 引渡你的白城 好像羊群一般 而先知 也都有讲这些比喻 以西杰书三十四章十一节 主耶和话如此说 看啊 我必亲自尋找我的羊 将他们尋见 以西杰书四十章十一节 又说 他必仗略牧羊人 牧羊自己的羊群 用帮碑 聚集羊羔 抱在怀中 慢慢引渡 那羽养小羊的 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 看到神和我们的关系 是多么密切呢 就好像第三和第四节 刚才读的经文 所描述的一样 耶稣认识我们每一个 他是我们的好牧人 我们好像羊 在羊圈里面那样 得到耶稣的指引 和小心的保护 使得我们出入 都得到平安 不至于迷途 走歪路 甚至受骗 等姐妹 在现今的世代里面 社会上面 都充值着不同的骗案 或者歪理 可能一说骗案 大家都会想起 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 对不对 例如有些骗徒 他们在社交媒体那里 会刊登一些广告 他们声称 有些名人 就是透过他们公司的投资 赚大钱 譬如 好像买卖一些虚拟货币 其实 这些骗徒 他们是想藉着 这些广告 去骗一些 登入他们网站的人士的资料 当这些人士 放了一些信用卡的资料 上去的时候 他们就会 导用他们的信用卡 去偷取他们的金钱 如果我们 没有跟随耶稣的教训 没有小心留意 心里面可能 产生一些贪恋 想赚快钱 就很容易蒙受损失 受到欺骗了 又或者 有时 有些事情 我们只是信用网上的资讯 没有很认真地去探究 是否真实的 就盲从附和了 或者 有时 做出一些过激的行动 也都很容易 造成一些 不能够磨灭的后果 所以 我们要提高警觉 紧紧地去 跟随耶稣 才可以得到平安 避免走歪路 甚至蒙受损失 只要我们 紧紧地去 跟随耶稣 按祂的教导而行 有祂 对我们的小心保护 我们就必定会出入平安 耶稣 用这个比喻 说明阳圈 是平安 稳妥的地方 因为有好目 人和我们一起 阳圈的概念 可能对我们来说 是比较陌生的 但是对陌生人来说 应该是不陌生 很熟悉才对的 但是大家听 我读刚才的经文的时候 在第六节 它是说到 他们不明白 耶稣所说的 究竟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其实 在上文第九章的 尾的时候 就描述耶稣 和一帮的犹太人 和宗教领袖 法利赛人 他们展开对话 这帮人 他们一直都不接纳 耶稣的身份 他们说 耶稣不守安息日 又说他犯罪 因为他们对 耶稣的抗拒 所以他们不明白 这个正正 就好像马太福音 十三章 十四节 至到十五节上 那里这样说 在他们身上 正应了以赛亚的 如言说 你们听事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事要看见 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 由蒙了心 以朵发尋 眼睛闭着 所以他们听不明白 所以他们听不明白 耶稣所说的比喻 就是因着 有他人 和法利赛人 不明白 耶稣就进一步 去讲明 这个重要的信息 让我们去看 七至到第九节 请大家一起中读 预备起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我是羊的门 犯在我以前来的 都是贼 是强盗 羊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门 人若经过我而进来 必得平安 可以进来出去 找到草场 没错 在这个段落 告诉我们 主是生命的门 祂像人救赎 和饱足 耶稣在这里 很诚重地宣告 我就是羊的门 他说出了 这个比喻的重点 主耶稣是生命的门 是像人救赎 和饱足 但是 为什么在第八节 耶稣会说 在他以前来的 都是贼 都是强盗呢 难道 以前 施洗的汉 和耶稣在世上的先祖 都是贼 都是强盗 他这句说话 究竟是指到什么呢 请大家留意 在第八节 都是贼 这个词 原文那个词字 是现在式的动词 可见 在我以前来的 是指到 当时的宗教领袖 这一班的宗教领袖 他们未能够 按神的心意 去带领犹太人 寻求神 反而 好像那些贼 和强盗 使得人偏离神 使得人受伤害 在第十章 一至九节 这个比喻里面 耶稣提到 两种羊圈 很多村镇 都有公用的羊圈 晚上的时候 所有的羊 就回来的时候 都会在那里过夜 这种羊圈 有一个坚固的门 守护着 只有开门的人 才有锁匙 耶稣在 十章二至三节 所说的门 就是指到 这种的门 但是在很温暖的季节的时候 羊晚上 是不会回去村那里过夜的 牧羊人 就会将这些羊 安置在一些 山幽旁边的羊圈那里 这种的羊圈 是用一些 简单的护墙 来围住的 羊必须 从一个洞口那里进出 根本就没有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牧羊人在夜晚一刻 就会躺在洞口那里 羊 除非是踩在牧羊人身上 如果不是 他就没有办法出入 在这个时候 牧羊人 就有门的意思 耶稣说 我是羊的门 他就是指导 后一种的羊圈来说 耶稣用羊圈 去比喻作神的家 他藉着这个比喻 说明 人必须藉着他 也都是唯有藉着他 才能够亲近上帝 这里的概念 也是照着 《约行福音》 十四章六节 那里的说话去说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值着我 没有人能到 父那里去 耶稣在这里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没有其他的途径 可以进入神的家里 希伯罗书的作者 在希伯罗书十章二十节 他又很清楚地指出 是借着他 给我们开了一条 又生又活的路 耶稣为我们 开了一条 通往上帝的路 他自己本身 就是门了 而且是超凡生命的门 只有借着他 人才能够去到上帝那里 在第九节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人借着耶稣 去到上帝那里的好处 让我们看看以下 不同的《易本》 我们更加看到 这段经文 丰富的意义 这个《新汉语日本》 第九节是这么说 我就是门 人若经过我而进来 必得安全 可以尽来出去 找到草场 如果你看到 《和合本》 和《女振中易本》 会更加清晰 大家都会看到 我用红色的字 highlight了一些重要的字眼 你会看到 对比的解释 人经过耶稣这一道门 入到去神的家的时候 即是说 借着耶稣进入去神的国 不单止是安全 稳妥 更加是会得到救赎 得到救赎 就有永远的生命 耶稣就是生命的门 他救赎世人 他不是单单 他不是单单似给人永远生命 那么简单 也都似人有饱足 在新汉语日本 和《女振中易本》所说的草场 是指到很寥阔的草原 就是一个很广阔天然的草场 我们就好像羊 进入到这个很寥阔的草场里面 去吃草 有很多的供应 我们不是被困住 而是在一个寥阔的草原里面 有丰富的粮食供应给我们 供应的就是耶稣 耶稣就是我们的供应者 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一节那里讲到 耶稣说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在这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又看到 可以进来出去 进来出去 come in and go out 这个希腊文的片语 其实和中文的来往 是同一个意义的 就是相交的意思 耶稣在这里 很可能是指导 新约的信徒 他们的群体生活 由此可见 当我们跟随耶稣 这一位好牧人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了一群 认识真理 得到自由的门徒 我们一起相交 在灵性的层面里面 去交流 靠着主在灵里面 可以得到饱足 我们在教会里面 享受到神的爱 和教导 不只是留在教会里面 而是都要出去 将爱带给有需要的人 我们要去实践 耶稣给我们的使命 使到人作门徒 一起去享受灵里面的饱足 弟姐妹 主耶稣是生命的门 祂赐给人救赎 和饱足 你是否已经得着 耶稣的救赎 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人未接受耶稣 未得到这份救恩 如果有的话 请你认真考虑 快快地去接受 这份救恩 如果你已经得着救恩 你是否享受到 灵里面的饱足呢 很值得我们去思想一下 耶稣是超凡生命的门 我们借着祂 可以进入神的家 得到救赎 和灵里面的饱足 靠着这位 非同凡响的耶稣 我们的生命 会有什么转变的呢 让我们看完第十节 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我们一起读第十节 预备起 财人来 无非要偷 要宰 要毁坏 我来了 是要使他们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封诚 没错 耶稣要给我们封诚的生命 主耶稣是非同凡响的 封诚的生命 就在他里面可以找到 在第十节 耶稣将他自己 和一些财人 做对比 耶稣来到世界上 所做的工作和目的 其实和财人 是完全相反的 之前我也说过 财人是只要当时的宗教领袖 如果放在今天来看的话 就是那些参与 异端邪教的人 他们所传的不实的福音 误导了众人 使人受伤 和失丧了生命 我们要非常之小心 也都要留意 我们的家人 有没有误入了他们的网络呢 而耶稣 他却是我们的好牧人 我们的大牧者 他是非同凡响的主 和超凡生命的门 他来使我们得生命 藉着耶稣的救恩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而且耶稣还应许 赐给我们封诚的生命 封诚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原文的解释 就是不同凡响 特出和丰富 我参考了Net Bible 他的注释 更加很清楚去说到 这个封诚是超于所求所望的 看完这些解释 更加让我们知道 耶稣来到世上 其实他很想我们 借着他 这一道超凡生命的门 能够进入到神家之后 不是紧紧得救 而是拥有超出 我们所想所求 非一般的生命 究竟怎样才是拥有封诚的生命呢 是否要像苏牧师那样 像家桥牧师那样 又或者像葛培利牧师那样 才算是拥有封诚的生命呢 其实耶稣应许我们有封诚的生命 就像去年11月14日的福音主日 许敬朗牧师所说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 我们缺了一字 相信耶稣 就已经从旧生命 转变到新生命那里了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很清楚告诉我们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除了这个转变之外 林后四章七节又告诉我们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雅气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从信主开始 就有了新的生命 兼且有主耶稣跟我们同在 我们天天都有耶稣这个宝贝 跟我们一起 我们就不断地迈向 丰盛的生命了 迈向丰盛生命 是有一个过程的 昔日的旧生命 比坏习惯前身 例如我们当中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 以前烟饮很大的 说烟不离手 或者有些弟兄姊妹 又很喜欢买名牌的 是一个大花童来的 又或者 以前脾气很暴躁的 小小事不合心意 骂到人家狗血淋头那样 相信我们有了新生命 成为主的羊之后 我们靠着耶稣 都可以自然地戒到烟 个人变得省健 脾气都收敛了 生命不再被困住 不单只是我们自己 意想不到 相信我们身边的家人 朋友 同事 都想不到 我们的生命 会有这样的转变 不知道 我刚才所描述的人物 会不会在座座当中都有 可能都有 耶稣是我们的宝贝 而且有着非同凡响的影响力 他除了帮助我们 解除这些坏习惯之外 也都改变了我们来在的生命 很多事 我们以前不会做的 或者不愿意去做的 有了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 有了这个宝贝 我们靠着他就可以做得到 例如 我们以前很怕 看到人的 多聊两句都不想的 现在 却是周围去传福音 靠着主耶稣 很容易就打开话题 以前 有时间 可能会去打麻雀 唱卡拉OK 现在 会去探街坊 甚至 去帮他们维修家居 以前 可能和同事 只是顾着竞争 没有什么两句 现在 会是 事事关心同事的感受 关怀被指 亲爱弟兄姐妹 刚才所说的改变 最重要的是 有一个基石 这个基石就是 要连于基督 又人福音十五章五节 不如请大家读 预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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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载我与的 我一生就下轮 这日子当与我知 没错 谢谢 诗篇一篇 二至三节又说 为起爱耶和华的律法 就与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伙树 栽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这两段的经文 让我们更加具体地去明白 丰盛生命的意思 当我们连于基督的时候 就好像经文所描述 一套树会结出 很多的果子 种在溪水旁的树 就按时后结出 优质的果子 连树叶都生得很某性 可见 丰盛的生命 真是充满活力的 而且是为主 去结果累累的 在哥林多后书 四章十六节 那里有描述到 所以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 身似一天 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 封城的生命 使我们持续不断地 享受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不受年龄限制的 人会不断地成长 身体都会老化 在灵里面的生命 却是天天更新的 吐用苏牧师的一句说话 当我们拥有基督所赐的 丰盛生命 我们就会成为 属灵的不断涌 我们面对什么的境况 都能够处置太然 因为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大靠山 也是我们的保障 弟兄姐妹 当我们回望回 信主以来的日子 请问我们 有没有发现 生命有多少 意想不到的改变呢 我们有没有享受到 基督所赐的风声呢 在我未信主之前 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也很自卑的 时时都觉得自己比不上人 很多时候 都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 如果在以前 我怎么都想不到 我竟然可以站在台上 跟大家去广道 神实在很奇妙 令我很确实地去经历到 祂所赐的风声生命 在我信主这么多年以来 神都不断扩阔我的眼界 就好像历代至上四章十节 雅比斯向神的祷告一样 他说 扩张我的境界 尚与我同在 我经历到 神很多奇妙的作为 例如 在罗斯和长港的年代 我也有机会去参与筹备这个 在八周年纪念公园举行的 圣诞报道会 当晚有很多人来参加这个报道会 曾经有一位的姐妹告诉我 他参加过这一晚的报道会 后来就参加了我们恩福的聚会 我也很感恩 在我多年的祖长的侍奉里面 我又很经历到神的大能 我看到神的能力 神的保守 更新了无数肢体的生命 我后来被神呼召成为主博 在接受神学装备的时候 我又有机会去到内地 那里去观摩 我去看到当地的牧者 和当地的信徒 他们的属灵生活是怎样的 我回望回神学毕业至到现在 很感谢神 给我在舞会里面一直的服侍 在牧会的日子里面 神又让我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 很体会到神的作为 实在是超过我所想所求的 我很感恩 很感谢主 给我很多宝贵的经验 使得我的灵命 都有不一样的成长 顶姐妹 我们要经历神所持的风圣生命 就要靠着神去突破自己 有时我们是走一步 见一步的 只要我们愿意 神是会让我们 参与祂的拯救灵魂 和建立患徒的计划 也都必定会使我们享受 丰盛的生命的 来到这里 让我总结一下 耶稣是超凡生命的门 我们藉着祂进入神的家 得着永生的盼望 我们得享平安 和永生的盼望 我们也都可以享受到 神的供应 灵里面得到饱足 我们愿意 倚靠非同凡响的主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必定可以 享受丰盛的生命 而且是超过我们 所想所求的生命 顶姐妹 今天神透过这篇讯息 向你说了些什么 祂怎样感动你 让我们一起低头 安静去默想 主耶稣每一天 都与我们同在 祂小心保护我们 赐给我们有平安 请大家去思想一下 在过去半年 你经历过主耶稣的 什么帮助和保护呢 请你用小小时间 想一想 然后祷告 感谢主耶 感谢主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耶稣除了很愿意保护和帮助我们之外 祂更加愿意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祂所赐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请大家去想想 你愿意为主如何突破自己的限制 被主使用 从而享受丰盛的生命 请你用少少时间去思想 你如何为主突破 而之后请你祷告向神纳致 祂所赐的生命 让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主耶稣 感谢你来到这个世上 成为超凡生命的门 使我们可以透过你得着永生 并且靠着你享受丰盛的生命 求主你越纳和保守 弟兄姊妹刚才向你的感恩 和纳志的祷告 求你赐他们活泼的灵命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命志而求 阿们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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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